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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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用氣炸鍋烤馬鈴薯 我們先把馬鈴薯洗乾淨 要確定把皮上面的泥土都洗乾淨 因為等一下我們是整個馬鈴薯 進入氣炸鍋一起烤 我們今天切馬鈴薯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我們是要切成片狀但是不切斷 所以等一下烤出來的形狀是會打開的 會看到一片一片的 你看就像現在這樣一片一片的 烤出來的時候會非常漂亮 馬鈴薯切完之後我們要加上一些油 你可以用蔬菜油或者是橄欖油 我之前會擔心這些油沒有辦法滲進去 讓它烤得很好看 可是我想等一下烤的時候 它會一頁一頁的打開 油應該會滲透進去的 所以我大概把整個馬鈴薯在油裡面滾一下 讓它均勻的裹上油 我們撒上適量的鹽 我們撒上適量的鹽 撒上大蒜粉 增添一點香味 現在我把馬鈴薯均勻的放在氣炸鍋裡面 盡量將馬鈴薯剛剛切開的部分朝上 氣炸鍋我設定華氏350度烤20分鐘 烤到15分鐘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它的葉片已經打開來了 再放回去繼續烤 再5分鐘 在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摘一些九層塔葉來增添點香氣 再放回去繼續烤 再5分鐘 在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摘一些九層塔葉來增添點香氣 雖然我的九層塔葉是在家裡種的 但是我使用前還是會洗乾淨 我們這邊把它切成小片 MING PAO MING PAO 其实我的马铃薯已经烤好了 但是我想再多加点香气 所以这时候可以撒上九层塔叶 再继续烤两分钟 我们的马铃薯已经烤好了 哇哦你看好漂亮的马铃薯 而且那个九层塔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哦 哇哦 谢谢大家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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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烤出来的马铃薯 马铃薯皮非常的脆 里面却是非常的细致 我来吃吃看 嗯 真的很棒 希望你们喜欢